大家看一下這個光澤 這肉整個超級多的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來到這邊就是道頓庫 對 沒錯 我又來到道頓庫了 然後我今天來這邊要做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大阪是一個非常好玩的地方 像是比如說Gurigo的看板 一定要在那邊拍照 或是一定要去環球運程等等 不過其實大家知道嗎 大阪這裡其實也是一個美食之都 今天這部影片就是要一口氣帶給大家 三間當地人推薦的一些餐廳 至於是什麼樣的餐廳呢 就跟著我一起去看看吧 今天這部影片是合作影片的關係 然後我就帶大家去三間店 三間店裡面就有一間是我曾經吃過 我還拍過的影片 另外兩間是我沒有吃過 不過大家可以放心 就算是合作的影片 我也會把我最真實的感想告訴大家都 然後今天來到的第一間就是這一間 大阪王將 在看它的招牌超浮誇的 只有大阪會有做出這種 像是這種浮誇的招牌 然後這部我以前也有拍過一部影片 就是去那邊當一日店長的一個系列 然後今天就要帶大家來到大阪 他們這邊的發祥 而且它是在西元1969年左右 它就創業的一間店 發祥店的滋味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去看看囉 好 那我們進去囉 大阪王將 好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這個店裡面 他們現在這個點餐已經超級進化了 以前都是一張紙這樣 然後我們看 現在呢 這裡面已經進化到這個Touch Panel 用iPad的方式來點餐 而且它很有心的 就是它這邊有很多種不同的語言 有日文 英文跟繁體字 中文 這邊介面也都是有中文在上面 不過呢 中文有沒有對到呢 其實就是不要那麼計較 不要那麼計較 因為它語言還是有一些字 感覺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不過並不影響我們點餐 因為它這邊都有附圖 所以其實還滿方便的 據說這間店你在從點餐到結帳呢 你都可以不需要直接面對店員 因為這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不會日文的話 你也可以很輕鬆的進來這邊吃 我覺得也是還滿不錯的喔 好 那我們就先來點點 看他們這邊比較好吃的東西吧 首先我們來到這大阪王將 他們這邊有名的是什麼 餃子 對 就是他們的尖餃 日式尖餃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點尖餃 火焰餃子 紅色的那個它寫是火焰餃子 好酷喔 出來玩最重要的就是你覺得很酷的很特別的 就點來看看就對了 它這邊還有炒麵 炒飯 天津飯 天津飯大家知道是日本發想的嗎 就是因為天津飯就是那個 像是炒飯 然後上面再蓋一層那個蛋 呼哇呼哇 很軟的飯 然後上面再淋上一層醬汁 這也是日本他們所創造出來的中華料理 首先這個就是我們所點的這個 倒燉枯炒麵 非常漂亮 他們做得超像大阪燒的 上面是蓋一層蛋 然後再撒上那個醬汁 然後下面就是炒麵 哇 大家看一下這個光澤 接下來這個是他們的炸雞排 炸雞塊 應該用炸雞塊來形容比較貼切一點 看看這個斷面 好 以上的這些就是我所點的全部的餐點啦 有這個倒燉絕炒麵 跟這個炸雞塊 還有這個天津飯 天津飯我還滿喜歡吃的其實 然後另外是這邊一定要點的煎餃 大阪王醬煎餃 哇 大家看看它的色澤 這一定很好吃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火焰煎餃 就是比較辣一點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天津飯 它這個有分成裡面是炒飯或者是白飯的 這個是豬肉炒飯 哇 這看起來超誘人的耶 大家知道在大阪裡面餃子的正確吃法嗎 剛才在地迷你 然後教了我一個就是他們在這邊 會有著四種不同的吃法 這個碟子裡面是什麼都沒有 代表就是那個 這個餃子就直接吃 因為它這裡面的餡是有 已經調味過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吃原味 第二個這是我們一般常吃的就是醬油加醋 第三個是這個店裡面會有附的味噌醬 然後還有旁邊這個是辣味 所以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用這四種不同的方式來品嚐餃子喔 不過至於這種餃子的話 它原本就已經有味道 你就直接吃就OK囉 就算不沾的話 它的味道基本上也是滿夠味的 OK 接下來第二個是這個醬油跟醋 我還是比較習慣吃就是沾一點醬油的味道 可能因為有些比較重口味的人吧 OK 接下來有這個味噌醬 這個是當地人推進的吃法 味噌有一點點酸味 有點把裡面的那種肉的香味有稍微提出來 嗯 還不錯 來 最後一個沾這個辣醬 它的辣醬還滿香的 好吃 接下來是這個 應該感覺很辣喔 看起來超紅啊 超紅的麻辣餃子 火焰餃子 有辣可是可以接受的辣度 喜歡吃辣的我覺得可以點 因為它不會說太辣 它是那種 介於中辣跟小辣之間的那種辣度 所以喜歡吃辣我覺得可以點的來吃辣 炸雞塊… 它這個炸雞塊很像那種 以前我學生時代那種 學校外面在賣的那種雞排飯的那種雞塊的感覺 我們來吃吃看 熟悉的雞排這個 OK 接下來來吃這個 它上面是有一層蛋 它蛋超軟的 他說這個好像並不是每一間大阪王醬都會有 這間店有 它吃起來好像台灣的油麵 油麵的感覺 這邊的料理怎麼都這麼 這麼有家鄉味的感覺 天津飯 其實我還滿喜歡吃天津飯的 因為它上面那層蛋真的非常軟又很香 然後配上下面的白飯或者是炒飯的真的 很好吃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來吃吃看 因為畢竟這種天津飯呢 在別的地方是沒有找到只有日本那邊才有 接下來是這個豬肉炒飯 它超把戲的肉就直接擺在上面 好吃… 好吃 再來吃吃看它這一個肉片 好吃耶 我剛才來點炒飯人家點這個肉 這肉還好吃喔 它那個油脂還滿豐富的 然後做個真的 不知道是烤還是煎的 那個醬汁也很夠味 非常炒飯的好吃喔 好吃 吃飽了 好 我們現在要準備要去結帳了 然後放在桌上的這個天津 我們接下來就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邊結帳的方式是什麼樣子 非常的方便 好飽 好 我們下來一樓之後呢 這邊有一台機器 我們只要把這個放在這裡 然後閉完之後就會出現這樣子 明細就是你點了什麼 在這邊你也可以確認一下說 你到底點了些什麼東西 然後價格是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付費的話呢 我們就說 我開給結帳 就是結帳 這邊有中文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他會說 我們要把錢放進去之後 再按確定就可以囉 下面這邊可以選擇 你要放硬幣 或者是錢 紙鈔 紙鈔這樣放橫的這樣放進去之類的 然後如果你有T-Point card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刷 它這還滿細心 就是它要把它的順序 用號碼的方式來寫給你 第一個 掃帳單 第二個 如果你有折價券的話 可以用第三個 刷T-Point card 第四個 付錢 第五個 你的那個收據就會出來囉 好 那我們走吧 接下來要準備帶大家去第二間店 第二間店我們要去哪裡呢 第二間店說到大阪 當然不能不提到他們的這個 大阪燒跟章魚燒 然後這邊有一間店它叫做 Takohashi 章魚吧 Takohashi的一間店 然後裡面的那個 它的章魚燒也是非常厲害的 而且它已經有40年以上的歷史了 沒錯 就帶大家去看看囉 再往下走不遠的地方就在前面喔 OK 就是這一間 Takohashi總本店 好 那一樓的座位就是像這樣子 三樓就是像這樣子有桌子的位置喔 好 那我們現在進來這間店裡面 這間店其實你也可以外帶也可以再內用 然後內用的話你可以選擇的品項就會比較多一點 就除了章魚燒你還有很多東西可以點來吃喔 這一間章魚燒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一般的章魚燒那個粉的是用水跟麵粉去混出來 它們這邊的粉的是用高湯跟麵粉去混出來 所以說就算不單這樣 它們的章魚燒吃起來也別有風味喔 這邊的Menu大概會像這樣 而且除了這個日文版的之外呢 它其實還有一些比如說英文 或者是中文版的Menu可以讓我們做選擇 滿貼心 他們有推出這種Set 就是比如說你可以選章魚燒 大阪燒炒麵跟著牛肉或是其他的 有各種不同的組合可以做選擇 然後這是算Set的價錢 然後當然你要單點也是可以 單點的Menu就是像這樣 它裡面種類說實在的呢 真的還滿多的耶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不過既然來到這間店 我覺得這個章魚燒跟大阪燒是比較奇怪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好吧 這樣我有選擇 沒有張開 那我來選一個套餐好了 這下面這個是有炸串的 然後中間的這邊還有一個叫做Tompe Tompeyaki 就是主要就是那個豬肉跟蛋去做的那個燒 我們來幫我們點這個來吃吃看 有章魚燒 又有大阪燒 又有炒麵 又有這個Tompey 而且這邊很厲害的是店員會說一點中文 好 我要點一個這個B-Taz B-Taz 大阪燒要懂Az有跟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謝謝 OK 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所點的set裡面的焼きそば Tompeyaki 對 這個蛋然後裡面是有肉的喔 哇 這看起來還滿漂亮的 它醬汁有點甜甜的 配上蛋那種滑滑 軟軟 鬆軟鬆軟的口感 我還滿喜歡臉的 它裡面還有放一些那個紅薑在裡面 然後就是吃起來會比較爽口 讓你口味那麼快容易膩這樣 好 現在大阪燒已經來了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這邊的大阪燒味道怎麼樣吧 它的外皮有點酥脆 然後內層是那種鬆軟 有空氣含在裡面的感覺 還不辣喔 接下來來吃它的炒麵 好吃 好吃 這比一般在那個 日本的おまつり吃到的炒麵 再好吃一點點 章魚燒來了 對 如果你是外帶的話 他們會用那種船的東西幫你裝 然後如果你是內用 他會用這種盤子裝什麼 然後他們這一間店的Takoyaki 我問章魚燒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比較水 比較偏軟一點的 裡面好像是比較軟 因為台灣很多人都很習慣吃外面的脆 不過其實呢 真正的那個最傳統的章魚燒 是非常非常柔軟的 我們來吃吃看吧 因為我剛才有講到說 它這個是那種高湯 去把那個粉弄開的關係 所以說你就算不沾任何的醬 你這樣吃也是非常好吃的 割合 大家可以感受到嗎 它裡面是非常的軟的 而且又是很燙 它一直狂冒煙有沒有 不過真的就像我剛才講的 因為其實我也是 剛才是我試查資料才知道 然後實際吃起來 它的確是你不沾任何的醬也是很好吃的 另外如果你想要吃沾醬的話 他們桌子上都擺像這樣 這個是應該是Mayonnaise 美乃滋跟他們的這個Sauce 好吃 加了沾醬之後又有一種不同的風味 而且我剛才發現它這邊的Menu 它還有一個專門為那種 可以吃魚肉的素食者設定的號餐 就是這個 Vegetable的Set 它有他們A跟B 然後裡面是有用海鮮的 可是一般的肉是沒有使用的 所以說如果你是可以吃魚肉的素食者的話呢 你來這邊的話也不用擔心喔 OK 大家有機會來到這間店的話 也可以來找找看我的簽名喔 OK 好 我們現在出來了 天順已經開始漸漸的變暗了 然後我們已經吃了兩間 接下來第三間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阿倫吃的肉這麼少 肉這麼少 是吧 我聽到大家的心聲了 第三間就是一間 它叫做 Sau Dun Ku肉劇場 肉劇場的一間店 專門在賣肉的丼飯的一間店 然後今天帶大家去看 聽說那邊的肉很厲害 上面的那個肉除了雞肉 豬肉 牛肉 你還可以自己選部位 然後做成丼飯 這一點就是非常特別 而且聽說它有那個超大份量的肉丼飯 然後它也是一樣在這個道頓庫這一條上面 今天也跟著阿倫一起看看 那一間肉劇場的店裡面 到底就賣一些什麼樣的東西吧 走囉 就是這一間店 這間特色就是它很小間 然後它的店名就叫做道頓庫肉劇場 好 外面這邊有一些它的Menu 在看就有非常非常多肉 肉… 滿滿的肉 哈那咪很格模 牛肉的很格模的 因為它的價位說實在的並不會很貴喔 很便宜 只要880塊 而且你點丼飯的話呢 它的大碗跟特大碗是不用再另外加錢唷 這一間店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選擇你要幾種種類的肉 然後分別是比如說它從一種兩種 然後最多到六種 然後它有一種很特別的就是肉呢 有一公斤肉的主要的洞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它的Menu 像這種你可以選擇有三種不同的洞 比如說牛背肉 橫隔膜跟脖子雞肉之類等等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兩種自由搭配 就是你想要什麼肉跟什麼肉 你都可以自由搭配 只要910塊 然後另外10歲以下的小朋友呢 你還可以點這個小朋友洞 一個只要150塊 不過這個要注意喔 要餵滿10歲的小朋友才可以點唷 好 然後它這邊點餐是用機器點的 對 然後像在比如說店內 或是你要外帶都可以喔 比如說店內的話就像這樣出來 哇 超多種的 然後如果想要吃多一點肉的話呢 你可以選這種六種洞 超巨長洞 我們還能點一個這個 然後它還可以選說你的飯的大小 量 一般就好了 然後下面你可以選擇你要不要加肉 或是加一些其他的東西等等 好 然後他們座位上也有他們的Menu 然後Menu裡面有非常多種類的 然後我剛才有說我要點這個 六種Mori的這個超巨長洞 1500日幣 然後另外他們還有一個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1公斤的 我剛才說要點的1公斤的這個洞飯 2500塊 以1公斤的肉來講 這個價格算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後為了讓大家看呢 因為我剛才有講到 小朋友其實也是可以點餐的 那種只要150塊日幣 小朋友就可以點一個洞 然後我想要點一個這個Buttaro's洞 就是豬肉的飯 豬肉飯丼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這三個排在一起的感覺 又會是什麼樣子吧 點餐的時候你也可以選擇 你要什麼樣的醬汁 對 然後我們分別有分手 甜口 普通跟心口 或者是那種有大蒜 大蒜甜口 大蒜普通 大蒜心口 還有雞心等等 還有那個soga就是薑味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歡 還有味噌 美乃滋之類等等的 你就依照你的喜歡來做選擇唷 他們最近還有在活動 就是你只要把你這個 你只要在這邊拍照上傳打卡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東西 比如說肉加量 或加一個溫泉湯 或是加一個炸蒜頭 炸蒜頭 有人會點炸蒜頭 如果說我一定是點加肉吧 所以大概就這樣 讓大家參考一下囉 為了它這邊的Menu真的還滿有意思的 如果你想要加肉的話 這邊有一個肉蒸 然後如果你還想要再加肉就是肉蒸蒸 然後你又想要再加更多的話 就是肉蒸蒸蒸 它這個選擇真的算滿足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等我們點的餐來囉 哈囉 各位觀眾 我們的1公斤的重飯來了 就在這裡 這裡面的肉呢 有肉的カルビ 就是牛背肉跟雞的セセリ 雞薄肉 雞薄肉是非常好的肉 然後再是ハラミ 就是牛的橫隔膜 接下來還有豬肉在裡面 總共有四種不同的肉在裡面喔 這個就是小朋友洞 小朋友洞其實量也滿多的 它一碗像這樣肉飯 然後還有附湯跟這個菜 模樣西 豆芽菜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六種丼 就除了剛才所說的四種肉以外 還加了和牛 至於三個排在一起會是什麼樣子呢 大小的 一目了然的 差超多的 OK 我們要來吃這個丼飯囉 哇 這個有點太大 反正不知道該從何處開始吃起好 大家看一下它這肉整個超級多的 先吃這個應該是豬肉 它的醬 醬很夠味 因為我點的是有一點點微辣的 吃起來還滿好吃的 這個是雞頸肉 哇 雞頸肉好軟好好吃喔 接下來是這個カルビ 烤過的那種滋味真的很好吃 很過癮 接下來是這個橫隔膜 橫隔膜的肉在燒肉店算是還滿瘦壞的一種肉 超軟的 好吃 好 我們接下來就把它吃完吧 Bite 好 我吃飽了 對 我剩下呢 剩下一點點飯是實在是吃不下去 而且剛才我有分一些給朋友 真的太飽了 我吃得超級飽 然後剛才在這間店我也有留下我畫的圖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到這間店的話 也歡迎來找找看囉 好 已經變成阿倫進食中的這部影片了 吃太多了 今天一天吃了跑了三間餐廳 雖然說我是跟朋友一起來 三個人一起吃 也是一樣吃到超級飽 飽到有點快就說不了 不過說實在的這三間的東西呢 真的都還滿好吃的 尤其是最後這一間的肉丼 真的是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如果大家以後有機會來到 大阪道頓庫這一帶的話 也歡迎來我今天所說的這三間店來看看 大家對這三間店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它的相關連結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有興趣也可以Check一下喔 不要再說我沒有給你們資訊了 我都放在說明欄內去看一下吧 所以大家再見囉 等你喔 哇 大阪也可以吃到超多好吃的東西 大家趕快來大阪吃一頓吧